这是我老板娘 你看她戴着耳机在机场就知道有事又出国的啦 这次去新加坡 是不是有出席一场很特别的发布会 听说跟Apple Vision Pro很像 平T版Apple Vision Pro 它叫做Play for Dream 它是一款MR头显来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呢 我们去到就等了 ROOM出的时间 这是我们的房间 Shangri La Hotel就长这样 还有一个迷你化妆台 OK 我们到Hotel了啦 本来我们是以为直接去吃晚餐了 但是刚刚他们跟我们讲 我们争取到一个小时 将先体验他们的MR的时间 但是这之前我们先跟大家科普一下 Play for Dream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 为什么你没有听过它到底可不可以的 其实呢 Play for Dream 它是一家上海公司 它旗下有一个子公司 专门负责元宇宙硬件开发 然后它前面也出了第一代的VR 然后也出了第二代 这个第二代的可厉害了 它是全球第一个用了Pancake超短 等等超什么了啊 Pancake超短焦光学方案一体式的VR机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通过一个折叠光路 大大的缩小整个产品的滴滴 所以你带的时候它又轻 然后它又舒适的感觉 应该是这样吧 所以我们等下看的这个产品 应该就是它的第三代了 应该会更厉害 到底长怎样呢 我们去看 大哥走喽 好好好 现在就轮到我这个幕后大佬 快速给大家弄说一下下 在体验会现场官方会先给我们 测一个同具来适配MR头显 同具之后负责小伙伴 给我们快速讲解一下MR头显的几个功能 我怼了随即也有附送两根控制器 方便你只哪打哪操作 我现在看着就是我刚才拍自己的那一动 做模式可以看到一般一般的 可以解释一下 这里就给大家科普一下来MR是混合现实的缩写 也就是说你能够在头写内 同时看到虚拟内容还有现实世界 然后现在这个是全虚拟景 看到了 这是一个大沙漠 然后再推出 耶 哦 你看得到了 OK 本来看不到的 对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要讲 会不会投晕这件事 因为很多VR其实是会很投晕 因为你每次带VR的产品都会投晕 对 我是会投晕的人来的 但是这个因为它真的很真实 因为它同具focus是很清晰的 你没有delay的情况下你根本就不会晕 对 因为那个screen只在中间嘛 所以我会看到上下 因为这个windows会在前面一点 这样它不影响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哦 所以只要我看过来我就看到现实 我转回来就是看我的戏 主打一个就是一边上课一边看戏 现在这一个它是可以直接用这个camera 去拍任何的现实里面的任何一个人 然后直接成为一个special video 所以你会觉得它真的好像一个3D 哎 这个很好耶 你们可以拍女朋友了 哎 哎 总共有11个摄像头 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 多个摄像头就可以多维度采集空间信息 让处理器能够实时渲染内容到现实场景 举个例子我很懒惰为鱼缸换水 那么现在我就可以放一个虚拟鱼缸在家里 直接省去想养鱼又怕换水的麻烦 那那那这时候如果我忍不住往墙走人吗 然后头显就会透过感应提醒我小心墙壁 操操死了小孩在面壁思过 以后如果你发现有人一直盯在墙上看 你就大概能猜到其实可能他只是在看电影而已 它电影它旁边有设计一个电视机把它狂住 然后电视机是放在一个真实的墙壁上面 这个就是max reality 看一刚看电影这些娱乐功能都有了 游戏功能还不安排一下吗 它这个controller其实是有一个震动功能 就是你打游戏的时候它就会震动 给你一个反馈的感觉 一个反馈 好好好现在我又要说 如果未来你看到有人对的空气打来打去 别担心不欧师背上身了 他可能只是想玩个游戏而已 那游戏玩累了怎么办 当然是生产力业安排走起 Pay for Remix的头显支持连接蓝牙键盘和鼠标 进行轻度办公简单马马之查个网页 完全不是问题 它叫做play for dream and art 然后我刚才配戴了一下有没有红红音 没有印记的哦 那时候你配那个Apple Vision Pro的时候 出来一条线的 整个是红红的就是很丑的 最大的卖点我觉得应该是它不压连 然后它的前后的那个重量做到很平衡 然后它外面这边用这个织布 然后这个是细汗的 所以整个戴起来应该就没有这样闷热 但是我体验完了之后我的感觉 我发现它其实跟Apple Vision Pro有一点像 很真实很流畅 然后很稳定 因为我不会头晕我不会想吐 这不是有一点像Apple Vision Pro 只是差别在于它看不到我的眼睛嘛 好没有办法让你看到我的眼睛那一点 然后刚刚他们也是用这样 其实它是可以用手指掌控的 You see my hand 嗯哼 坐 看到吗 登登 那你看就是我不用捏哦 它也是可以耶 嗯哼 它本来是灰色的嘛 然后你当它关起来 插住它变成蓝色 这代表你就是有pinch到的时候 你就可以脱动了 帮你们问了你们最想知道的东西 到底它有多重650g 对比一下Apple Vision Pro啊 它是一定要配POWERBANG用了嘛 所以加起来差不多有1k 它包买电池也就是650g罢了 一个小时甜已经结束了啦 它到底多少钱呢 它就是 目前我现在所知道是它的价钱是一差九九 10月份就会来新加坡开卖了 这样算起来马来西亚应该也是差不多了 总结一下今天看完了整个发布会跟我自己体验了之后 我发现它们一直在提着 资金苹果这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因为Apple Vision Pro的确在行业里面是做的蛮好的 它们跟着顶流的脚步的话 是无可厚非的 而且的确它们真的很像啊 最后再讲一下三个 我自己觉得这次MR做的蛮好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它可以3D一边拍一边看 你一定想问的这个有什么用呢 你想看啊 今天你看的影片不只是你在上网找回来的影片 你是自己去拍回来的 就可以放在你的里面看 这个是多么的好用 你可以拍你的朋友 拍你的狗 拍你的女朋友 家人 就让你的记忆更立体 比如一些过世了的亲人 你们之前拍下来的 可能过后你们看回去 它是以一个很真实的情况 出现在你面前 以前我们可以留下来的是照片 现在可以留下来的是影片 未来可以留下来的是一个3D影像站在你面前 第二个就是它的8KMicro OLED屏幕这一件事情 它看起来真的是很清楚很清晰 所以你不会晕 因为它是很实实的 第三个就是可以手指操控这件事 真的很像Apple Vision Pro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期待还来到马来西亚 我们可以一起试一下 下次再见 拜拜 下次再见